你有預想過你會競爭競賽的名單嗎? 預想喔?兩秒吧 就那個報導出來有可能競爭競賽還是什麼 就好像有機會 可是當下就只是想要 那時候還在梅華棋 想要先把當下的事情做好 然後後面的就自然而然就順其自然這樣 很興奮啊 然後緊張比較少了 因為自己國際賽的經驗雖然沒有很多 但是想要改變自己在國際賽上面的心態 就育成學長跟梅華棋 學長 因為他們都上過大聯盟了 然後自己也是想要到大聯盟打球 所以能夠提早知道那邊的生態也不錯 育成學長就隨便丟就很快 他就這樣輕輕丟然後就很平 然後我就問他 然後就說就這樣丟啊 他都會開笑沒 然後就會問他們打擊的一些小細節這樣 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樣 因為有林芝瑋跟張藝成 又有張靜德里外的捕手回來 那打擊方面 當然目前我是覺得說 還不至於讓他說 非要他打擊 因為有時候打擊上 會比較又跑壘 又衝撕什麼 會怕受傷 所以我這一次還是會以他 以投手為主 那假如說我有需要的話 帶打 弄個帶打這樣就可以了 盡量減少他受傷害的那個氣味 像是說中績或是後援這樣 當然希望內容能夠 就是保持得很好 脫球內容 然後當然也希望能夠 在身體的能夠負荷的情況下 然後丟比之前要快 至少